一片黄霄宗的客栈突然乱箭启发杀气腾腾 这是1967年的经典国片《龙门客栈》 人活第六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 国家电影资料馆特地数位修复这部作品 人活今年看成影展经典放映单元 要跟21名知名电影包括意大利1964年的《荒野大嫖客》 还有美国1937年的《消逝的地平线》等经典作品 同台播映 当年他在台湾很快的就是一个月 可能就拿到了大概台币400多万的一个票罚 那400多万大家可能不知道 400多万又没有多少 可是当初的新门庭的房子可能一栋就5万块 所以400多万就可以将近买一条街 除了龙门客栈获选经典放映 在短片角落单元也有两位新锐导演入围 分别是王熙杰的《划船》以及李怡山的《春风》 我是废洛船的 龙海道前往迦勒比海 电影《划船》记录一段在湖上的爱情故事 整部作品90%都在壁坛拍摄 呈现台湾的自然风景 而电影《春风》是导演李怡山 就读台一大的毕业制作 记录台湾青年勇敢追梦的故事 我自己的片子是一个很台湾很本土的一个台湾的短片电影 然后到这么大的影展上面播放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我也希望能够在影展过程当中 然后好好的推广让更多人看见它 这些新锐导演要在看成影展上展现台湾电影的创造力